如果你没有被画廊代理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现在有很多艺术家他就会去上网 去参加那种就是 有很多的网路上的拍卖 IG上他自己发起 然后FB上面的一些活动 然后你会发现一件事 其实有很多 他卖的很便宜 但是他也不见得会卖得掉 卖不好的人他就会有一点沮丧 那可是为什么有一些画会卖得好 那我就是观察一下这几年 我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 他卖得好一般的话就是说 他的那个劳动性是比较高 什么叫做劳动 白话文就是说他的画工 他是比较多的 然后第二个部分 可能就是说他是画的那个东西 光的海的 然后比较就是光明的 比较缤纷的 那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在网路上 其实这些艺术家他就是会卖得比较好一点 其实说网路行销 其实真的我觉得也是要学习啦 我们也是一直在学习嘛 那如果说大家有什么一些 网路上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想法 也可以就是留言啊 然后跟我交流一下 要走网路这件事情 然后其实现在来讲 其实已经一定要赶快去做 不然真的会有一点 就是敌不过这个竞争 那例如说 包括这个疫情 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因为画廊也都关了嘛 然后很多艺术家 就是独立艺术家 或是很多艺术家 他也没有办法展览 那其实生活也是有一点 一点问题 很多的考验 这网路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其实我是走的比较久了 是在2016年的时候 就已经就是在网路上了 那就是但是就是2017 就是差不多开始正式走网路 就是有一个平台 我们就是把画放在那个平台上面卖 那这个平台很多 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去搜寻 不管你在哪个平台 其实也有国外的 就是不然是萨奇网站啊 或者是说国内的平扣椅啊 或者是说甚至你是虾屁都没有关系 或是你自设自驾一个网站 那其实不管怎么样 就是你用你自己 就是最好的方法就好了 那因为你也是要一直试验嘛 那你初期的话就是也可以 就是说先试一个 那你知道就是说 网路怎么去操作 然后你就慢慢的有两个 甚至三个 那你当你的团队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就是可能同时会有三个 或是四个 那有时候到最后的时候 你就可能保留一个 一个也可以 就是这个都是在调整 在看看 觉得我是比较不太鼓励就是 自设网站 自驾网站 因为你除非你是导入就是那个引流 我举例来说好了 例如说像一个百货公司 那你是不是就会去知道说 原来这里有什么 有什么枯寂啊 有什么香奈儿啊 有很多的厂牌 那你就可以就是去认识到更多的一些品牌 这样子 是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概念啦 说你有一个平台 大家都不认识你 其实怎么去先搜寻你这个品牌呢 其实这个东西应该是先放在后面 那艺术家其实更难了 那就是我稍微就是 这整理出来一个分享 就是说最简单的话 你就是在Facebook 在那个FB里面 你就是可以组成一个社团 不然就是 你就是这边卖花 那你当然就是人会越越多 因为大家都很想要出售嘛 不管是说二手市场 或是一手市场 然后其实现在大部分来讲 就是说 你作品po上去 你不见得能买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你会感觉说 可能一个社团五六万人 可是你会发现 好像应该很好卖 然后你会发现 其实 其实你的都一直没有卖掉 那你就要去检讨说 是不是你摆的那个画作 不太适合 就是在这个平台里面放 因为你可能会有很多类型的 很多类型的那个画嘛 那你就是要想想看说 那你就要思考一下 我要选什么样的话 放在那个FB里面买会比较好 那你的那个起拍价是要多少 那你当然你的色限不能太高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平价的一个平台 其实你在卖不掉的时候 你一定是要做一个调整 你就是可能要换画 例如说你可能 Po了一些可能就是 比较暗淡的 或是你心情的东西 可是你的心情 不是代表大家的心情啊 那你所以你就是在po画的时候 这个就是你要去选择 这就是一个经验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你是在FB里面 其实它的族群 其实都是比较家庭的 比较一般的 那你的族群 你的那个内容物 可能就是要比较生活化的东西 那如果你摆的 让人家就是看不太懂的东西 那当然就不太好卖 那其实在台湾的FB 有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说你的劳动性高的话 就是说你比较精密的话 这个没有办法 这就是一直以来都是 大家认为就是你要画的像 就是就是画得很好 那它评断你画得很好 就是你看看你 你感觉你这张画 好像是应该是画了很久的 而不是说好像 一两分钟你就画好的那一种这样子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啦 就是就是观察下来的 然后大部分都是画一些 就是比较斜实的 这种东西都是比较好卖的 然后比较细腻的 那当然它的价格就会比较高了 那你如果说想要卖价格高一点的话 那你就是用一点心 就是说在你的画作都卖不掉 那你这个你就要想看你的行销 是不是有很多的一些问题 那我整理出来有几点 就是说你如果说你去申请的网站 好那不管是哪一家 那你就是在试 在摸索当中 就是所有的流程啊 然后很多的行政作业啊 其实都是你一个人弄 就是那个校长兼壮钟 就是你要一个人什么都要弄 那在初期的时候 你摸索一定是非常辛苦嘛 即知名度的一些网站 其实它的那个抽层 其实是很高的 那如果说你是本土的网站 那你本土的网站其实是抽的 其实也是差不多啦 然后你国外知名的话 有的是可能是15到50%都有 那你越大的话就是可能到一般就是30% 那如果说你是参加国际的网站 例如说是萨奇的那种网站 那你要想看 那其实里面很多的话都不便宜 那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你还有国际运费 那像我们就是寄国际运费的话 那其实一张话都四五千块哦 那如果说你一张话卖一万二 你还是亏钱啊 那你卖两万你还是亏钱啊 所以一般很多的画作其实都是在三万以上 那因为就是这些地方就是 就是适合比较就是中高价位的一些画作 可是你摆得越高 摆得越高当然就是销售就是越慢 这是一定的 那你在数十万人里面的艺术家 国际的艺术家里面 其实有一个优点是 你摆着也其实也是让人家就是欣赏到你 但是我觉得是有一点就是去很难去找到你啦 因为很多人都会先 有一个说会有一个标地物 就是说他可能要找就是靠时的东西 或者是草菅迷生的那个衍生商品 很多人都会在里面比较大型的那个网站上里面找 那我们这种小不垃圾的人就是去那边 很多人其实都是要想买就是 比较比较优惠的比较平时一点的 那当然就是那个厂家就是会想的比较多 那线上跟线下的厂家是不一样的 路上面其实他卖的真的是一种感觉 就是那什么感觉 就是说你要让他能够停留一秒钟 去看你的画 他是不是吸引他 比如说他可能是新装修的一个房子 一个家 然后他就是可能要找就是说 搭配他家具的 然后搭配他家里的 就是这个出发点其实是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那个网站他就会用价格分类 然后就是也会用颜色分类 然后也会用就是说 油画啦雕塑啦这样子是分类 因为他就是把你就是会方便人家去找寻 找寻说他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好所以有时候你那个画作的那个slogan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你不能说就是以艺术家为出发点 所以你那个slogan是 你是一般人看到的那种感觉 例如说呼吸新鲜空气 这个就是会会让人家感觉到说 这个slogan是他有感受到 他就会看说 对对对我现在就是需要呼吸新鲜空气 他就会这个叫做共鸣 所以有时候那个slogan 你不能就是那个名称题目啊题材 你不能取得就是 我会建议说不要太艺术系 因为这种艺术 其实很多人都看不太懂 如果说你是放在那种网站上 国内的话 那个族群可能是从18岁 然后到90岁都有 所以你很难就是说去 这个东西你还是就是 很难去迎合很多人 你在放这个拍照角度的时候 就是说其实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画作嘛 我们都会非常非常的熟悉 那我们就是 就是在拍照的时候就是 你不能就是用那个 你自己是艺术家的角度去看 你这个产品 你摆个一张 那你就 哎好了 我就是这张作品 反正就是这个感觉啊 可是那个一般那个感觉他不懂 你就是要各种角度 就是侧面他如果说给你9张 说哎你可以放9张 那你就是放好放满 各种的角度 你不要觉得说 哎我放得多干什么 我浪费我的时间 其实不是哦 因为你这个价格 其实一般就是在网路上 你大概都是几千块以上的 他要花到这个钱 其实他都会用这个照片去 去判断 就是说他判断什么 他去感受说那个厚度是什么 那个颜料的感觉是什么 所以就是要不厌其烦的 你要把那个就是那个拍照 包括名字啊 包括说瑕疵的地方 包括你觉得很好的地方 你都是要把它拍好拍满 就是不要就是那个客气 这样子 就是多拍一点这样 其实网路它真的是一个 是非常虚幻的东西 真的就是用感觉 就是一秒就是可以定你的感觉而已了 那你让他能够停留到3秒的话 然后收藏到那个购物车里面 哇这表示就是你这张的画作就是 他有经过思考这样子 因为通常画作很好玩就是 他会想了 他不会马上买 他通常就会想好几天 然后他可能会问你一些问题 这样子 那你都要很有耐心的去回答 然后我们再来讲了就是 第三个就是感动行销 感动行销是什么 就是你那个文字 你不要写的就是文周周的这样子 你就是要写一些就是你的真实 你真实在创作的一些东西 然后加分的东西 例如说你的展历 然后你的得奖 你这个都要写上去 然后包括公分数啊大小 然后你什么时候创作 你的心情 你都是尽量把它写进去 为什么呢 你就是要让人家觉得说这感觉啊 感觉说哇 原来你在创作的时候 有这么多的情感哦 他可以去想象 其实艺术最大的价值就是你要去创造它嘛 所以你一定要去就是让人家去感动 然后另外一种感动就是说 你在包装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就是说你要就是打一个蝴蝶结之类的 然后要手写卡片 就是你要发自你内心的肺腑之言 你不要觉得说哦好麻烦哦 卖掉就卖掉 我也没赚多少 网站抽那么多 我干嘛这样子 其实不能这样子想 你要就是你要把对方抢成是你的爸爸妈妈 弟弟妹妹表哥表姐这样子 就是或是你的小孩你要写个卡片 你就心想说天啊我还没给我老爸写过信了 对我还没有给我妈写过卡片 这其实真的都要感恩的 这都是一种感动行销动感行销 好这就是一个发 这就是一个人跟人之间的一个连结 就是不要怕麻烦啦我觉得就是多写一点嘛 然后卡片就是就是去买一下啊 那个其实都有这样 第四个就是我们刚刚就是连结一下包装 那你的包装就是不要随便乱包 就是那个胶带也是要贴好 不要讲哦快油快油快油赶快油这样子 那你就是你一定要记得你的包装一定要包好 就是一定要保护好 你就是不要随便青菜包包咧这样子 包装这些东西是 呃不是只有画 因为你是要表现你的专业 就是还要让人家感觉到就是你的细腻度 就是你这个包装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说有漂亮的包装只是最好的啦 就是这个这个也是一定要花的一个一个花费 然后尽快的就是说就是记快捷 如果尽量啦就是不要让人家等太久 等太久的话那个期待度就是那个热度 那个热度就是真的会会少掉很多 真的我有这种感觉这样子 我们现在在讲的就是第五个有关于文字 这个文字是非常重要的 好例如说你在画花的时候 你不能说就是说这个花都叫绽放 很多人画花就会写画绽放 你不能写这样子 你就是要去想说你这个花 到底要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 就是比较深入自己对方的心 就是比较生活化的 好例如说期待花开的日子 或是那一夜 或者是怎样怎样 或是希望你过得好 这种比较文学的 比较文清的这个文字 因为现在的人都比较年轻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长家群都是比较有能力 想要买画真的都是差不多是在 40到50岁左右比较多 好那第二个层次就是差不多是在 35岁到45岁 就是差不多这两个年龄层这样子 就是观察到比较多的啦 就是当然还有其他的 就是说最大的两个 你画了那个有关于月亮的东西 你也不能写说月 太阳这东西太太白话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那个名字你要用心去想他 就是你也不要想的太难太文周周的 就是其实你还是还是就是要用一些比较 文清一点的一些文字 因为其实会用网路的很多都是 都读过很多书啦 也看过很多东西 所以就是说 如果说有那种评价 其实在网站上如果说你要参加任何的网站 很多的网页 他其实都是有那种评价的问题 其实你可以先就是一定要给对方满满的 那个五颗星或六颗星 好这是展现你的一个诚意 好那我们在讲说你的拍照 你不能说一张画里面你把它美化的过度 那但是画作最忌讳的就是 你把它就是调的就是 太夸张了 好就是把它修饰太美了 这是非常忌讳的 可是我会建议说你就是把它 把它取就是差不多10到20%就可以了 因为通常你不能超过25% 因为你如果超过30-25% 其实有的 你这个退回来的几率其实是很高的 这个有一点就是诈骗嫌疑 因为你把它修得太漂亮了 那这样其实人家会觉得说 不符合其带哦 踩好然后就是要修好 然后但是那个就是那种滤镜啊 很多东西你不要用的太多 你一定会调一下嘛就是调到15%其实是会 蛮刚刚好的 因为我们收到画的感觉是 其实是会加分的 再来的话就是 讲的就是说时间 其实我们有时候那个期许也不要就是太高 因为经营任何东西啊 或者是我们在画画都是需要时间嘛 那你经营一个网站也是需要时间的 就是不要想说 这没效啦 然后好像没有效果 你就放弃了 对其实都是要去经营的 那这个时间就是 但是我们还有讲到第八个 就是说你不能光光 只靠一个网站 你你虽然里面有很多的会员 就是也不要害羞 就是也不用客气说 我好像在卖东西这样子 可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 就是不要怕分享 那如果说你吝啬分享的话 就是人家觉得 你怎么都不告诉我 我怎么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你要想看你是好的东西 你是好的人 好的画作 这是美好的事情 所以你要告诉人家 这里有美好的事情 因为大家都喜欢看美丽的事物啊 再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 就观察就是 你在画廊买的人 跟那个网路上买的人 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可是这些买的人 其实大部分人其实 很多的那个知识水平 其实都蛮高的 但是你看哦 那个人海茫茫 真的有时候也是要缘分 这么多人 然后他会喜欢上你的话 真的很感恩啊 那真的一切都是需要缘分的 然后不要急 真的一切都是急不得起 因为他就像是吃饭一样 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有人喜欢吃西餐 有人喜欢吃中餐 对不对 有人喜欢汤汤水水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网路上面 其实每个人都会 我们都会说 每个人都会去找到他喜欢的东西 然后我们也会 找到我们就是喜欢我们的唱家 可是你也要主动出击 你也是要曝光 就是就是要尽量去经营你的 还有就是个人的粉丝业 你要互相做一个连结 可是如果说你是有被人家代理的艺术家 你也不要想说那个是画廊的事情 你也是要就是一起互相 就是你一定 你现在在做一个大家好的一个事情 就是不要觉得说 反正有画廊我他他我都给他做 而且他又给我抽那么高 抽五五成这样子 其实其实最后真的千万不能这样子想 因为最后其实这些人都是来帮你的 包括画廊啊经纪人啊策展人 其实最后他们其实都是来帮艺术家的 其实最后所有的东西呀 都是回归回到艺术家本身 那就是你的展历上面的 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 隐形的东西 其实这种东西就是你要感恩 然后互相帮忙 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这样子 那好了那我们也忠心的祝福各位艺术家 好有祝福我 然后就是我们都能够 找到好的知音 然后好的长家 有缘人哦 然后艺术家们也就是要 更努力的创作啦 干巴叮